作词 李宗盛 陪着我度过满满一生 我知道我是一个有能的女子 在心里编织自己的故事 等待你说出那些美丽的句子 我的人生才正将开始 我知道爱是一个太精神的字 只有你才能帮着我认识 你是否能够将它写进我们的故事 一直到你说爱永远不会停止 你要出国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要去哪儿 我要回美国念书 怎么会想去回美国呢 怎么突然有这个想法呢 还不都是你们害的吗 给我报名那个什么拍卖课 我才发现我自己有多浮浅多不足 跟那些同学比起来啊 我什么都不知道 不过这也没关系 这也激发了我的求知欲 所以我决定回美国念书 好好给自己充充电 国内不行吗 一定要回美国 因为我要惩罚你 我要让你饱受相思之苦 等受不了的呢 就去美国求我回来 作为你无预警推迟婚期的小小抱负 我开玩笑的啦 你们都不要当真啊 其实呢 是我自己想念美国的朋友了 好久没见到他们 我真的挺想他们的 所以呢 我想给自己放一个大架 其实读书都是借口 我想趁自己在结婚之前 好好享受一下 单身女子的快乐生活 爹地 你就让我回美国吗 老辩 看你一个人回去 我就是不放心啊 这有什么的呀 之前回国 我不也是一个人 单枪匹马的吗 好吧 这事等你考虑清楚以后 再来跟我说 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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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 恩西 你觉得真相 蕾蕾她说的那样吗 或许没那么单纯 单身生活的确是自由 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也许 也许什么 你不能跟我爹地透露半个字 我要你把这个丑恶的真相埋在心底 直到你死为止 恩西 恩西 刚才你说也许 也许什么呢 你能够理解 雷雷她心理状态吗 我说的是一般的生活经验 单身生活 是一种自我放逐 雷雷真的是很勇敢 雷雷夫 临时决定拖延红旗 她却选择了乐观面对 我真的宁可她懦弱一点脆弱一点 遇到了什么伤心的事 大哭一场倒到我的怀里头 把所有的伤心委屈都哭出来 可是最近我又好几次都发现 她都是背着我在掉眼泪 可是你真的痛苦得受不了的时候 为什么不回娘家呢 回到娘家可以当我们的面 痛哭一场 哭也是一种宣泄 姐 她里头我们不会有人笑话你的 也许 奶奶是不希望你担心吧 我越是看她这么逞强 我越是担心 我看得出来她有心思 但是我不能够颠簸 我 因为她是这么地辛苦 在隐藏自己的情绪 Lincy 你能够明白 她对我们婚姻的期待呢 Lincy 我希望你能够跟我一块实现 累累甚至的愿望 Lincy Lincy 真的很不好意思 你还没有跟我结婚 就让你一块儿跟我担心呢 没事 我能体会 我爸跟你一样 所有事情 都了然于胸 却是家里最沉默的 默默地守着我们四个姊妹 满怀关注地关心着我们 你们家 你们家 除了有严妇 还有慈默 是你小姊妹的 你不许多的事吗 你不许多事吗 我现在还是要想你 你不许多事吗 你不许多事吗 累累 想一个人静一静吧 我不认为孤独能治得了情伤 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清气跟时间 才是最好的良药 不是吗 我该听蕾蕾的吗 来来来 乖乖乖乖 怎么了 怎么了 牛奶怎么也不喝了 菲菲啊 你干吗呀 这爸爸一出门你全都要和妈妈呀 来来来 喝奶喝奶 乖乖乖 来来来 来 妈妈电话响了啊乖乖 你自己在里边担一下啊 来 乖乖 先藏一下啊 妈妈接个电话就回来陪你玩啊 乖乖啊 喂 爸 什么事啊 本店猪蹄打七折 三宝还说我家某天卖的是假猪蹄 好好知道了 我找他们算账去 乖乖 不哭不哭啊 妈妈下去一会儿 马上就上来啊 乖乖乖乖 不哭啊 不哭乖 马上上来啊 气死了 爸 您给我说清楚 这本店打七折 是不是您给沈娟出的主意啊 大声老早的 你鸡呜呜说什么东西啊 我根本听不懂 您这不是要存心打击我们家盟店的生意吗 这个问题你你你是不是问错人了 这个店里头我已经交给沈娟去打理了 现在除了厨房猪蹄里的质量 店里头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跟我无关 我怎么知道打七折的事情 话再说回来 只要沈娟认为有道理 有利润可以赚 就算打对折 我也不会有意见 你自个儿常说呀 是吧 做生意吧人情放两旁 例子摆中间 大家各凭本事 好啊 他打七折是吧 那我明天就打六五折 六五折有赚头吗 我赔钱我乐意 还有 三宝凭什么到处造谣 说我们家盟店的猪蹄不正宗啊 同一个厨房卤出来的猪蹄 怎么就不正宗了 爸 三宝是你的女婿 你也听我们主持公道呀 不能让贱明这么起早贪婉 创立起来的事业就被他这么毁了呀 前两个星期 我看到你这写个加盟店的招牌上 又加了正宗两个字是吧 八成是三宝看不下去了 干我什么事 爸 你也太偏心了吧 是不是您早就想好了 我跟贱明不给您家盟店的分红 你就故意给我们小鞋穿 谁呀谁呀 一大早完了完了完了 杀猪啊 我跟我爸说话 不关你的事 请注意说话口气啊 我是你的长辈 别老拿长辈来压我 你要真是长辈的话 替我跟贱明做主啊 别让我们老是吃闷亏 你 你吃亏 你什么都吃就是不吃亏 好了好了 大清老早的都少说两句呗 爸 小君 君 来来 爸 昨儿个呀 三宝从黑龙江回来 给你们带了人参 你干吗是女人好 你和人参才多少钱呀 这王三宝是越来越会做人了 在本店里边拿回扣 用沈家的钱给爸买礼物 沈娟 你们夫妻俩真是越来越不得了了 我又哪惹你了 一进门你就冲我来 别理他 别理他 他就是这么神仙一息的 他坐坐坐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在想什么 你们回本店帮忙 其实就是想把沈家的产业 挖到王家去 你不是打七折吗 七折都快不够成本了 你能赚得着钱吗 这王三宝还在本店里边拿回扣 爸 你眼睛可要擦擦亮呀 看谁是好人 谁是坏人 你自己擦擦亮吧 三宝八百年以前就不拿回扣了 自从小萱接受助提建以后 那接上来的客人全是免费的 哪像你呀 就这么点性严 老是跟自己家里人过不去 不拿回扣鬼才信呢 你再说 阿姨 算了 算什么算呀 这本店里边钱你收 账你做 有没有做手脚我们哪里知道啊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吗 我可以把店里的账本 拿给大家看呀 三宝虽然人不在店里 但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我 我为了罢好 从来就没有一点私心 大嫂 你自己心胸狭窄 把那些小鼻子小眼睛的事情 放在心里就算了 别把谁都想得跟你一样行吧 说得好 有力度 三宝又真像你说的处处为沈家着想 他干嘛到处造谣 说我们加盟店的坏话呀 他不知道加盟店也叫沈家猪蹄呀 这是为沈家好呀 人家三宝是实话实说 你想想啊 当初你跟建明两个人 偷偷地把猪蹄店注册了 你爸没去告你们 算便宜你们了 还啰哩啰嗦啰嗦 沈家猪蹄那块招牌 是我没有三百五十万换来的 沈娟 你丈夫那个游览公司要是开不下去了 想跟着你一块回娘家来分口饭吃 我跟建明没意见 但是要想来分沈家的财产 做梦 做梦 我口气你听得啊 好像沈家财产是他一个人一样的 人家三宝是女婿是外人 你这个媳妇就是内人 媳妇跟女婿当然不同了 这要在以前 女婿都不能进沈家族谱的 你嫁出去也不行 我就不一样了 我嫁到沈家我就是沈家的人 女儿就是女儿 别老想着跟儿子争 冯啊 你别忘了 亦妃也是女儿 我这做爷爷的可从来没不喜欢的 好好好 我一张嘴说不过你们三张嘴 反正 加盟店和本店今天开始宣战 我就不信 我三十多家加盟店 斗不过你一家本店 逗家逗 你以为我们斗不过你啊 快点告诉你的光头老爸吧 应战吧 别到时候来不及 让小娟她们打得落花流水 一家一家的倒 那可是有好戏看喽 还不知道谁有好戏看呢 恶心 你这个大嫂啊 没药治了 爸 别生气了啊 有我在我就不会让他们忤逆你们 我得让她知道 谁才有资格做成沈家的子孙 看 什么什么什么 这不是被建民拿走了吗 你怎么弄到的 你老爸我神通广大 真有你的 我都已经要银行的人去家里雇过价了 我那个房子支五百万呢 对 有了这五百万 在股票里边 钱滚钱 压在房产里边三百万 我就不用担心了 不过那三百万还得想一想 你想想看啊 这一个月是十万块钱的利息 三年就是三百六十万的 得跟苏海峰说一说 像死狗这么样拖下去 拖个十年八年 那咱那三百万的老本就没了 你能不能少说两句 你还嫌我不够烦呀 苏海峰他傻子呀 他是天下企业的项目经理 天下企业什么企业 盖楼的 他能够让这个楼拖上十年八年呀 那不都折旧了吗 真是的 那也是 再说了 他会让我拖那么久啊 我想啊顶多半年 这楼就能起来了 你上哪儿去 我去银行赶紧把这事关注 一飞再和他说一下 你不是在这儿吗 你替我照顾他呀 那我陪你一块儿去银行吧 那银行需要担保人呐 你有什么担保人 这房产证证是我的名字 有我的人去 有我身份证就行了 你就替我照顾一飞吧 一会儿他行了 你用奶给他吃吃就行了啊 拿一块儿吧 怎么还不回我邮件 要是没货 直接回我去 没货不就没事了吗 这一天拖一天的 肯定有事 没道理啊 这合同不才刚叙了一样 这没道理 别不见面吧 总经理啊 什么事 太阵了 小瑶找到了吗 她妈说她根本没有回家 而且也很长时间 没跟家里联系了 难不成是小瑶把货给吞了 我觉得没有那么单纯吧 找我什么事 我刚才在一个客户那里 遇到一个同行 她特别得意洋洋地吹嘘自己 刚刚拿到了 德国干药的代理权 怎么可能 哪家公司的业务 干药代理权我刚刚许 她这么做可是在散布谣言 我可以告她恶意侵权 你说呀哪家公司的业务 刘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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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跟她交情挺深的吗 总经理 你可别乱扣帽子 你个老色鬼 我躲她都来不及 半年多都没联系了 刘董明明知道 这代理权在我手上 她让人这么四处放消息 到底图什么呀 总经理 要是没什么事 我还有几个地方要去 我先出去了啊 等等 你帮我跟刘董打个电话 我 帮我探探口风 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好像不太合适吧 我又不是公司的管理层 这个代理权的事 就当帮我一个忙 行不行 喂 妈 什么 小七要生了 行行行 好好好 我马上去医院 我老婆要生了 我得赶紧去医院陪产 那个刘董那帮 你帮我问清楚了 马上给我打电话啊 恭喜啊 恭喜你当了爸爸 就在马上下地狱火煎牛烤了 这种悲喜交集的滋味 肯定能让你一辈子回味无穷啊 谢谢 来 护士小姐 我的宝宝什么时候能抱过来啊 那个再等一会儿吧 写完走呢 还要给新宣儿做检查 这些都是必要的程序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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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行 生的时候 确实是感觉要死过去了一样 如果宝宝是健康的呀 这样一切都值得了 是吗 小夕啊 这是 这是太辛苦了 太辛苦了 我要好好谢谢你 爸 能说什么呢 为沈家生孩子 本来就是我这个沈家儿媳妇 应尽的本分嘛 别开开 你听你听你 我找儿媳妇都懂事啊 孙子都生下来了 还一点都不救 小夕啊 我这闺女啊 从小就温柔善良 孝顺有礼 可不是吗 咱们家三个女儿里啊 就是小夕最贴心懂事了 从来没让你爸跟我藏过心 做我们女儿都这么贴心了 做人家媳妇就更没话说了 就是就是 一点都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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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子啊 这种好的媳妇 你打的灯笼都找不着 就是 金剑墨 这一点我是太佩服你了 你看按理说啊 我们家孙子已经是很优秀了 可是 你把小夕你看 生得又好 培养得又好 在我婆婆眼里啊 你们家小夕正是无可挑剔了 这个满月酒啊 我们一定好好办办 好好热闹热闹 给小夕亲亲公 当然了 先得感谢亲家公亲家母 没有你们哪来的小夕啊 没有小夕哪来我们家孙子 没有孙子 我们家沈家谁传宗接代呀 所以说起来啊 亲家亲家母是我们的贵人 是是是是 不敢当啊哪里敢当啊 我看啊 干脆把这个满月酒改成感恩大会 听说名字都起了是吧 是是起了 叫一鸣 一鸣惊人的一鸣 亲家公啊 对不起了 不好意思 因为您的学问高 本来应该先向您请教的呀 不不不 是吧 您起得好啊 不鸣则以一鸣惊人 这意思好 一鸣多想呀 是吧是吧 是吧 真是啊 行 行 我知道了 这样吧 累不累啊 你先帮我安抚着 我今天过不去了 明天我回公司会一块处理的 我知道了 有事明天再说好吗 怎么像滚雪球一样 没完没了 老公 谁啊 公司的员工 问你到底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 抢着跟我道喜呢 你看你看 他们这些员工啊 真贴心 开玩笑 小夕现在是天宇公司董事长 谁不想巴结 要是天天能够这样热热闹闹 开开心心的过日子该多好啊 你们不知道 你们不知道啊 我怕这一天 怕了有多久了 今天我终于坐上奶奶了 过两天 把小夕和小宝宝接到家里 我是每天晚上做梦堵笑醒的 来 来 来 啊 来 来 还来 来 你说啊 这个小夕到底会生一个男孩 还是女孩 人家生孩子要你操心 我是这样想 这小夕万一生一个代半 那你在沈家的地位 立马就矮了一些 你想 沈家这么注重男孩 那将来你跟依妃 在沈家那个怎么办 我不是已经位于绸缪了吗 我背着剑名头 做我位的什么呀 告诉你爸 现在外边 谁管你生男生女啊 只要有钱有实力 那就是爷 何小夕生儿子 你让他去生好了 我就不相信了 我跟这依妃存够了嫁妆 沈家人还敢看不起我 说得好 我有你这么个女儿啊 比儿子棒多了 我要是不实现做好准备啊 现在就只能够抱着依妃 在辈子里边哭了 我会做那种窝囊事啊 回来了 这何小夕生孩子这么大的事 全家都得去看他 店里没有人看守 我能不回来吗 我不回来 你哥不得给我翻脸呀 大嫂 这一辈子也就这么一回 你就委屈点吧 你生依妃的时候 我们家不也全院到齐吗 依妃可是沈家第三代的第一个孩子 这能一样吗 轻家主题你好 阿姨 生了 儿子 太好了太好了 不死平安就好 啊 回来了 知道了 帮我恭喜建宏和小夕啊 小夕生了 是个儿子 我听见了 不不是笼子了 你们俩有点风度行不行 这家里头天天可是喜事 那是你们家的喜事 跟我们家有什么关系 没什么可保险 沈家猪蹄 你好 是是 一百盒啊 什么时候要 好好好 没问题 谢谢 有人订了一百盒猪蹄 肯定是小夕的儿子 给人家占写来了 我累了 你看上电影吧 妈一大早就到菜场去买了 这猪肝很新鲜的 老板说八点钟就抢完了 建红啊 建红 快起来了 小夕都起来了 你还不起 小夕啊 你真是给妈争脸了 你不知道我去菜场买菜的时候 他们看到我一个一个都向我道谢 他们谢你什么呀 妈 应该是道喜吧 是道喜啊 我刚才说道谢啊 你说道谢 他们啊 羡慕我命好 哎呦 这个说一句 那个说一句的 说得我都不太好意思了 所以说啊 这个满月酒啊 我们得好好办办 多请去亲戚朋友好不好 妈 不就是生个孩子嘛 不要这么铺张浪费了好不好 如果您一定要请的话 我们就摆个两三桌 请点亲朋好友就行了 那怎么行呢 省家有人孙子了 就得弄得飞飞扬扬的 飞飞扬扬 是贬义词 应该是风风光光吧 对 我 我也想说风风光光的 建红 怎么回事啊 好像很累的一样的 小夕生孩子 又不是你生孩子了 这孩子 快快起来 妈 洗点东西 妈 她可能不太习惯吧 我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就看到她在那翻来覆去的 怎么回事情啊 我是让你来照顾小夕的 正是自知蓝洋洋的 现在这男人呢 一点都不体谅女人生孩子 有多苦 妈 你别怪她嘛 她最近公司挺忙的 总是加班呢 你公司不是已经运转得 挺正常了吗 还要你这个总经理天天加班呢 其实也不是天天加班 正好最近这段时间啊 跟德国厂商联系得比较多 人家那边跟咱们不是 有八个小时时差吗 我不能走在人家 半夜三更的时候 打扰人家 就只好委屈自己了 对对对 那倒也对啊 那更要补补脸 妈妈给你盛一碗 不用了不用不用 这一天大清早呢 这么油我也吃不下去 留给小夕吃吧 我洗把脸 你洗完喝多喝点啊 这怎么了 姐红 她都没事啊 我好像不太对劲啊 妈 您别多想 她不喝呢 是怕我不够 这个猪肝汤这么珍贵 她想都留给我 您不是给我煮的吗 对对对 往来就给你煮的 她不喝就不喝了 你喜欢喝多喝点啊 嗯 三姐 阿姨 小北了 你来了 你姐夫呢 怎么还没去上班 小北 姐夫 不好意思 咱们一大早把你叫过来 你三姐 就拜托你跟我妈照顾了 没事 妈 有个客户要跟我谈个事 我得出去一会儿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呢 那 那去吧 忙忙干脆回来啊 阿姨 您有什么重体力活 敬我分骨 我听您拆遣 好 现在我是你领导 是 不高兴 你 你们看 看什么 她像谁 我像我妈呀 不对 像我孙子 谁 像一鸣 人家都是歪所小舅嘛 你看你看看 阿姨 我是她舅舅 她得像我我不能像她 您这个顺序不能颠倒了 对 对 那当然不能颠倒了 妈 您怎么说话呢 行 那我先走了 尽快回来 好 那你别太累 给 姐夫我送送你 好 我送送姐夫 好香 你看 得够药厂的事搞定了吗 还没联系上 姐夫对不起啊 我本来说 要给你打听消息的 可是我这两天 我理解 不过说真的 天涯何处无芳草 你得看开点 看不看也不行啊 都快三十的人了 失恋的痛苦再大 那也是自己的事 总不能让爸妈 跟着我一块儿操心的 你能这么想最好 你爸妈最近 因为你二姐的事 已经够烦心的了 姐夫 公司那边要有什么事 需要我帮忙的话 你尽管开口 别的不敢说 时间有的事 行 最近啊 到处都在传 那个德国药厂 要换代理 我这一脑门子官司 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 去抽丝剥解的深入了解 你要是方便的话 你帮我去查一查 这来龙去脉 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会是这样呢 那个代理活动 不早就掐在咱们手上了吗 怎么德国人说变就变啊 所以我才要你帮我弄清楚啊 我现在得赶紧去应付那些客户 这要是善后处理不好啊 我明白 我明白 三姐知道这事吗 刚生完孩子身体那么虚 我不想让他烦心 建峰 这样 我想想办法 把这件事调查和税落实处 行啊 自家人谢什么 赶快去上班吧 拜拜 拜拜 有什么最新进展 有什么最新进展 我怎么觉得 有点一发不可收拾的意思 对不起啊 是你让我直言不会的 那我只有实话实说了 说吧 他们要上法院告我吗 告我了 告我了 笑话了 他们拿什么理由告我们 交易还没有完成呢 到底问题出在谁那边 都还不知道呢 他们告得成才怪啊 他们说我们天宇收了钱 没有出货是欺诈 欺诈 就算问题真出在我们这边 我赵合同把钱赔给他 不就完事了吗 跟欺诈有什么关系 我就不明白了 他有什么证据证明我欺诈 我有说我不赔钱给他吗 我也弄不太清楚 但我总觉得 他们有点狮子大开口的意思 他们说了 不但要让我们按合同赔偿 还要 让我们赔偿什么 什么商业信誉损失 商业信誉损失 这更扯哪儿去了 又不是我卖得要吃死的人 是影响谁的商业信誉吧 总经理 你觉得 会不会有人在背后搞鬼啊 我已经让人查去了 对了 刘总那边 怎么个说的 刘总那边怎么个说的 刘总那边怎么个说的 那只老狐狸电话一直打不通 都联系好几次了 也联系不上他 难不成 代理权真的被他拿到了 要不然干吗 别人不见了 要不然干吗 别人不见了 总经理啊 我觉得咱们老子们拖着也不是个事 总得有个正面说法吧 这我跟客户也好有个交代呀 这毕竟咱们不是单一个案 这处理起来还真挺棘手的 既然客户要走法律程式 那咱们就得赶紧止血 这要万一他们私下串通起来 打成联合官司的话 咱们一张嘴顶十几个人的嘴 这从气势上也矮人一劫呀 我怎么觉得 你像盼着打这场官司似的 你可别误会啊 我只是觉得 咱们应该有备无话而已 运筹帷幄当家作主 那是我的指责 你就别操心了 当我跟德国佬联系上 把这边问题查清楚 我会发愤声明的 行了 你去忙吧 事到如今还在自以为是 不止死活 怎么德国佬一点回应都没有 总经理啊 董事长生的是儿子还是女儿啊 儿子 那恭喜你了 我相信这儿子一定会给你带来好运的 谢谢 那我先去忙了 嗯 我先去忙了 阿姨呢 我先去忙了 本来说要给我削苹果吃的 可是护士说了 刚刚生过孩子的孕妇 不适合吃良性的食品 所以又回去给我煲汤了 第三锅了 我看你这个肚子是削不下去了 这宝货的位置又让食物给占上了 说不定啊 你这坐完月子 肚子比没生之前还大 爷 何小北 事到跟你三姐开玩笑了 那说明你没事了 本来我还以为被香华伤着了 怎么着也得半年缓不过劲呢 那才三天 就跟没事人了似的 呗呗呗呗 对不起啊 三姐又口无遮拦了 没事 那 你们俩和好了吗 没戏了 道不同不相为谋 我们俩的人生道路啊 就是两条不该相交的平行线 不知道怎么着 就碰到一块儿了 一不小心就爱上了 最后还是得含着眼泪 弄弄标 想开点 你和姐夫还挺有默契的 刚刚三姐夫 也送了我这三个字 不过世间烦人嘛 多凭总比吴清的好 好久没有动过真感情了 这回还差点扛不过去呢 可是一看到妈的眼泪 我仿佛如梦初行 又被从伤心的感情中 被拉回到现实世界里来 这还是我弟弟何小北吗 三姐怎么忽然间觉得 你长大了不少啊 爸妈也是这么说的 三姐 所以是不是以前太幼稚了我 三姐可没这么说 这是你自己评价的 不过嘛 还是比较准确的 好了 不说这些了 对了 建卉我没有告诉你 那个德国药厂 它的后续结果怎么样 怎么处理啊 长辈们在我也不好问 你敢说告诉我 她倒没说那么多 你也不用操心了 姐夫她入行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她自己能应付得过来 你就好好坐你的月子吧 小夕 表面也在啊 二姐 二姐夫 恭喜啊 谢谢 怎么样 还好吧 不生儿不知父母恩啊 不生儿不知父母恩啊 生了孩子才知道 原来妈妈是那么伟大 姐夫你随便坐 别客气了 自己人别找我 谢谢 我给你姐夫给宝宝的 我给你姐夫给宝宝的 干嘛呀 二姐 自家姐妹这么客气干什么 我不要啊 收着吧 薛姐也有份的 我呢 是公平对待 绝不能厚死薄鄙啊 那 那我就不客气了 姐夫谢谢你 哪儿的话 恭喜你了 姑姑 您来了 今天想拿你妹来了 爸 爸 妈呢 怎么能跟您一块儿啊 你妈呀 守着一鸣呢 她守着一鸣干什么呀 宝宝在燕儿室里面 她又抱不到 你妈看着 就乐得合不拢嘴了 我呀 脚都战酸了 她还舍不得走 非让我说 一鸣的下巴像她 怎么 你们姐俩聊天了 是吧 二姐刚过来看我 那你们接着聊 我们也出去聊聊 秦天 走 我们出去聊 小北 走啊 我也得去啊 你个大小伙子 在这儿干什么 你姐俩聊天呢 好 做妈妈了 二姐 你还年轻吗 跟姐夫结婚之后 一定会有机会的 你看姐夫人多好啊 还特地陪你跑这么一趟 真是公用心的了 她的确是一个 无可挑剔的好男人 正因为如此 我心里头 更想得过意不去 二姐 怎么了 是不是雷雷给你气瘦了 你还有什么 特别像画家 那你 知道他 有什么 我 不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